今次的旅遊和大家來到大衛 除了有最近新開的商場之外 還有很多cafe和打卡位 那就馬上看有名行程吧 最近新開的日光cafe 以木系和工業風裝修 佔地兩層 食物都很有水準 份量十足,很划算 還是寵物友善餐廳 可以帶狗狗一起進去吃東西 原來大衛也有派對室 最矚目的一定就是 全港收創的真車賽車遊戲 可以坐在真的mini cooper裡鬥車 另外玩樂設備也很齊全 剛剛七月才正式開幕的新商場 集齊150間美食餐廳和生活嘉品店 另外還有專賣動漫和卡通產品的店舖 超人氣的日式cafe 就連平日都很爆長 上層還有日式卡卡咪座位 其中一定要試的就是這個 招牌軟殼蟹合資套司 也有戶外的用餐位置 下一站我們就來到車公廟體育館 灰白色的水泥風設計 周圍都很適合打卡 這裡也種植了很多綠色的植物 放隔離逛逛打卡都好寫意 上呼吸新鮮通氣的話 大圍都有一條簡易的行山路線 大家可以在大圍站出發 全程都是石屎路 很快就來到下城門水塘的主法 一邊可以欣賞水塘的景色 一邊亦都可以飽覽大圍的扭景 繼續直行就會去到上城門水塘 今次就跟大家走完整個大圍了 我們下次再玩過 再次回到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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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